俄乌战争持续升温 当然外界就很关心俄罗斯会不会进一步利用核武来攻击乌克兰 而且现在最担心的是有没有可能来核武化最好的邻居白俄罗斯了 可以看到普钦以及卢卡申科在日前进行了会谈 克林姆林宫也证实双边针对粮食短缺还有化肥供应进行广泛的讨论 当然针对欧乌战争也讨论有关于如何应对北约训练以及双边的联盟安全 那普钦也承诺要为白俄罗斯来提供以下的武器 像是伊斯坎达尔M型的导弹系统 这个部分是分为核版本以及常规版本的 另外也要来帮白俄罗斯的苏凯25战机来升级 同时提供人员培训 这个消息对于乌克兰军方是非常忧心的 可以看到在6月25号这一天在白俄罗斯境内 就对于乌克兰的北部发射了20枚的火箭炮 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但是可以看到卢卡申克完全没有提及这相关的消息 只有表示美方是想要先解决俄罗斯下一个目标 就是中国 所以可以看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同小可的 如果这双边进步有进行更多的军事合作 这对于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影响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